小龙包店涨价 那么泰式餐厅涨价 现在日式的冻饭呢 也要涨 不过业者换一个方式呢 用所谓套餐升级的方式 来支持他涨价的说法 但什么叫做套餐升级呢 看一看 其实他的冻饭是缩水了 但是小菜多了一点 这个价格从135元 立刻飙到了168元 消费者说涨价是适时 但是升级升得没有诚意 满满猪肉片拌上洋葱丝 淋上特条酱料 再附上一碗热腾腾的味噌汤 招牌猪肉丼饭正式上桌 请盖料 谢谢 越式丼饭方便 简单是不少消费者用餐的选择 不过有业者打出套餐升级 但内容物算一算 价格好像不是真的这么优惠 以这个套餐来说 原本猪肉大丼饭 加上小菜饮料只要135 不过升级后换成小丼饭 纳豆以及小菜 算一算就要168 大丼饭变成小丼饭 再加上纳豆 就要比过去多了33元 也让民众说 根本就是变相涨价 肉嘛 纳豆还有味噌汤 然后加上168 对 套餐价格贵桑桑 但是有另外一家 本土牛蜜业者 最近也抢进 日式丼饭市场 台日大PK 用低价逆式操作 丼饭百元油罩 两家套餐比一比 本土业者虽然只要99 不过比起日式 少了小菜还纳豆 菜色比较少 不过价格一差就是69元 等于差了一个便当钱 快单中还出一个 丼饭台日大对决透成内容大不同 不过羊毛出在羊身上 菜色多 喊风不丰盛 价格当然有差 但是民众最关心的是 丼饭变相涨了 荷包少了 到底要值哪一种 民众可得自己排算 这一期晚陈金安 早上是台北采访不到